制作編曲 林林弘 十一貝 每一個暗示都男人尋為 你 错过对 每一段往事都四线裂飞 生与死 每一步抉择都从后退 你和我 是学着蜕变还是 在深渊中摇摇欲追 你知道计算体 算计所有人心 我们多深陷奇迹 似你彼此迷惧 生与愿望的答案 难以遗憾而易 却又可能是结局 当决筑风声势 差一步距离 生与的沉默 我才彼此烧心 我漫步不为疑 你却在深渊之中 有你留勇气 生与不离 成全一场红红的 桑花惊醒 一路并肩南行 欢迎加入这场游戏 本动画 由大脚虫漫画提供 决筑风声势 要遵守规则吗 kont 这就对了 要遵守规则吗 师父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宁月要说不认输了 难道还有伤痛叔六姨 我要回家 吵死了 跟个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 宁月的样子 和刚才判若两人 难道说 闭嘴 别吵了 你个摔嘴 喂 娘女 你们互相的口供可不一致哦 你怎么解释 我在问你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讲了 是 是这样的 她刚才和我一起 从近三十米高的爬梯坠海 她为了保护我 用自己的身体 承受了大部分重疾 当时 她好像是 后脑部陷入水的 我怀疑 她因为脑部受创 产生了意识 记忆 身份 或对环境的正常整合功能 遭到破坏 现在 现在应该是 简历症的一种表现 停 你知情万万的成了鬼啊 可不可以讲 你至少能听得懂的话 就 就是我们俗称的 失忆症 你知道我是生意小孩子啊 失忆症 你以为在派赌神啊 要不要叫发功出来啊 是 是真的 回才这些 找来对付我的人 真是不报复啊 给我们去 给我们 我不接受这个渔船的解释 不要啊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黑柴啊 求你 怎么才能相信我们 求求你 好吧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数三个数 用一句话解释给我听 两个初次见面的人 为什么他要实际自己来救你呢 你只有一句话的机会 如果你敢和我扯什么一见钟情 我立刻给他一个痛快的 呀 等等 一句话 这种事一百次也说不清了 一 死定了 我们会死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知道 十七二十年后 变成那样的干事 等等 十七二十年 三 四肯到五腿去了摔嘴 十年还是二十年 大哥 你还不到三十岁吧 那么请让我先问一句 你这一生中 认识最久的朋友 有多少年 十年还是二十年 认识最久的朋友 从三岁在孤儿院 算几个房子是我的 怎么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非常不满意 不 接下来才是我的答案 如果大哥你认为 一个人肯定不会牺牲自己 去救一个初次见面的人 如果相识的时间长短 是让一个人去救 另一个人的唯一平叛标准 那么 你的那些孤儿院的朋友 每一个都会为了救你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如果不是每一个 认识了一生的朋友 都可以为了你牺牲生命 那你凭什么说 一个宋没平生的人 不会牺牲生命去救你呢 你凭什么 至少我会 我问的是他们每一个人 够了 你这个女人老是不追准游戏规则 家哥 走啊 快走啊 阿玥 飞扇 你们怎么了 飞扇 你们他们怎么了 你怎么办呢 臣女人 要是我告诉你 我的朋友都是两肋插道的好汉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了 不会吧 很遗憾 他们的确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 所以 我不能反驳你 是你赢了 好了 过来给她治疗吧 嗯 云元 小话说在前面 你没事吧 我还没有信任你 你还记得我吗 云元 你是说我救了你 非常勇敢地用一种很聪明的方法 之后还奋不顾身地用身体 保护一起坠海的你 对不起 完全不记得了 我语文不好 请少用形容词 你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帅仔 你最后记得住的事情是什么 五年级上课时 跟二胖一起看花花公子 被老师罚战 不算找熟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 真的是这个逗逼干的 他没失忆钱 真的很可靠的 现在该怎么办 你干什么闭着眼睛啊 眼睛有毛病 不啊 他眼睛好大好亮的 帅仔 把眼睛睁开 不行 我不能看大哥哥的样子 不然会被撕票的 你懂得还不少啊 你把眼睛给我撑开 不让我马上开始你 不要啊 我这我这 亮女 这干什么 你看 这里这么潮湿 怎么会有这样一具干湿呢 已经形成了湿辣 这具尸体 一定是后来放在这里的 亮女 为什么你不怕尸体啊 医学院里见多了 我爹又是苗姨 将头说家里都有好几本呢 看来需要调查一下这具干湿 虾仔 过来帮忙 是 没有外伤 表面上看不出死疑 像是个海军 要不把衣服扒下来看看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只是用刀刻上去的 这些数字 有什么意义吗 完全搞不动 这时候 要是他 会有什么想法吗 零 八 三 四 搞不懂啊 废脑筋 话说 大哥您怎么称呼啊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 我叫何智阳 叫我智阳哥就行 在伊东连跟着大哥鬼老东打天下 前几日被小人暗算 就坐船跑路 谁知道一觉醒来就在这个鬼地方 你们呢 我叫苏锦 大陆苗族人 智阳哥 你至少是坐船出海 我可是坐地铁睡着了 醒来就在这里了 我看应该是 蛇仔鸣那个坡该遇到海景 为了跑路把我们丢到了这里 当时我看到船上有些箱子 可能装的就是你们 那坡该什么都卖 你们可能是他的货 是 是那样的吗 应该不是那样的 智阳哥 智阳 姐姐说我们被扔在塔顶有机关墙的房间 如果人贩子为了逃命 肯定不会做这么麻烦又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再看看这位死去的海军叔叔 身上好像密码一样的数字 我觉得这像是一个解密冒险游戏啊 我之前检查过 已经被炸毁了 你们之前讲的外面的梯子也断了 看来这座灯塔已经没有探索价值了 是这样啊 干湿耳朵里有一个直觉 什么东西 我看看我看看 是地图 是地图 这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像是我们这座灯塔 那这个花叉的地方是哪里 也有一个灯塔 可是 其他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 这个 好眼熟 我 我好像在哪里 看到过这张地图 我记不清了 喂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讲清楚 不知道 我的头 好疼 我丢你老毛啊 给我装神弄鬼 个扑街 别打他 他是病人 不要这样对他 宁元 你没事吧 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哥 我 跟姐姐说吧 不行 头好疼 一想就头疼 这张地图 我应该在哪儿见过 好像是谁画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着 但是为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 不要勉强自己 头 好疼 好疼 直CE 如果在哪儿 dementia 공 是 방 神奇 е 一个毫不胆怯白龙尸体的两女 还有一个装缝卖傻的帅长 这两个会不会是黑柴的人 醒醒醒醒醒 乖 起来啊 大白天的还不起来啊 我们准备出发了 出发 去哪儿啊 向地图上那个花叉的地方走 不管是什么人 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这个鬼地方 我都觉得 一定有什么在花叉的地方等着我们 哇 好啊 好像是探险一样 可 可是我们一个女人一个商员 一起上路没问题吗 你们搞错呢 我可根本就没有再和你商量 我把话说清楚 我根本就没有信任你们 特别是这个装缝卖傻的帅长 按江湖规矩 没有办法讲礼数的时候 就看谁的拳头印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我的奴隶 对我的话要无条件服从 如果当干反抗我 或者让我发现你们对我不利 我杀你们的时候觉得 过半点犹豫 记不记得啊 等等 停下 有问题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了吗 智阳哥 是陷阱 上面还燃油血迹 也不知道是人还是动物的 你们怎么看 至少 这里不止我们三个人 那很好啊 如果增加更多的同伴 脱困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我说靓女 你是不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 在这个没有吃没有喝的鬼地方 你敢相信一个数未谋面的陌生人吗 会走这种陷阱的 必定是个不简单的危险分子 至少 可以轻轻松松宰掉你们两个当早餐 为了活下去 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你一直都这么天真的话 很快就会被赤得连扎都不剩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 我们不可以随便暴露行众 一旦找到有其他人踪迹 要即刻隐藏身形 小心观察 对手是未知的 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相信 食物 淡水 情报 都是无比珍贵的资源 你们两个奴隶 要在暗中去收集 食物和淡水 每人每日呢 只能派一定的量 当然作为奴隶 只能派到主人一半的分量 知不知道啊 一 一半的分量 有意见吗 一国为了防止最后的资源争夺 不如提前解决了你们 记住 这个世上的规则 永远都是强者决定的 现在再回答我一次 知不知道啊 知 知道了 知道了 姐姐 宁元 你回来了 收获怎么样 我找到了好多 不知道是什么的野果 是山草莓啊 太好了 姐姐你呢 我在摘蘑菇 另外补充一些草药 这种野山菇味道很好的 姐姐你看 是兔子 逃掉了 你别吓到他了 小兔兔 快回到妈妈身边去吧 真是没话讲 都自身难保了 还在为兔子担心 要么你吃他 要么呢 别人吃你 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山洞 我们到那边去吃饭 帅仔 实在生活 是 吃得好饱啊 好 好 好 良女 去那边拿点干草 给老子铺床 帅仔你不要动 让良女去 你另有任务 过来我这边 好 好了 帅仔 你也过来吃一点啊 我 我也可以吃吗 当然了 男人要多吃肉才有力气 是 另外给你一个任务 守在这里 有人过来就出声喊 我去帮帮亮露 要我一起帮忙吗 不用 还有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准进来 不想我会杀来 是不知道 是 姐姐 救救救我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人来救你啊 难道这样哥 要伤害姐姐 别喊了 你只要谁来救你啊 想你给摔下来吗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苏姐姐 放开我 快 快 快放开苏姐姐 帅仔 我说过你敢进来 我就会杀了你 不 不 你快放开苏姐姐 聂元 帅仔 你找死 好 膿仔 你說过你有胆心來 我就会杀了你 你是不怕死 怕怕得要命了 到现在 我还在全身发抖 可是有些事情 就算是怕得要命 就算是全身发抖 就算再不愿意 也是必须要做的呀 因为 我们是队友 队 队友 对啊 队友 哥哥的职业是战士 负责冲锋扛伤害 还要承担一定的DPS工作 体力的保存是至关重要的 姐姐的职业是治疗 在这样的环境中 甚至比战士更重要 没有生存就没有DPS嘛 我作为RL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居中指挥 是非常重要的 在高难度模式下 如果指挥失误 必然团灭啊 一点都马虎大意不得 所以 我看到战士攻击本方治疗 怎么可以坐视不管呢 说什么鬼啊 妈妈的智障 什么鬼职业啊 你在玩游戏吗 战士治疗 你在国家家啊 居然被一个白痴血了一顿 我丢你老毛啊 这个山洞臭死了 让给你们好了 我自己到外面去住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休息 明天继续找吃的 你 你去哪儿啊 志阳哥 关你屁事啊 叶范 我们是队友 看来 他们真的不是黑财的人 我和志阳堂堂义东莲好汉 居然被那样的白痴教训 真是丢脸 他还不像我了 破坏 我们究竟还要在这个鬼地方待多久 救命啊 救命啊 现在在那里隐蔽一下 都不要出声 我再醒过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喂 小心 前面 先不要出声 为什么不让我提醒他 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掉进陷阱 因为 后面的人还没出现 后面的人 没错 那个陷阱 很显然是人造的 而又肯定不是掉下去的这个人 那么 这很有可能是追他的人造的 把一个装含下成那个样子 那后面的追兵 一定不是一般的可怕 来了 这 请 请不要杀我 我还有一个女儿 求你 啊 依 求你 啊 依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最温暖的肩膀 你的坚强 唱响响 充满着力量 手心在发套 神经在宝宝 是你给我的力量 Oh my h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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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年后想起了这一天 你和我没有界限在梦险 再给我多一秒就说的时间 也许我就能脏开翅膀 就能战斥配偶 就能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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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不是万能吗 当然了 这只是理论上 事实上用金钱做不到的事 我还一件也没有遇到过 武力依附于权力 权力依附于金钱 下一集 独裁还是民主 三千万 换你站我这边 愿不愿意 明天 然后我会发现 军 这 好 都能上天